你知道杀手都是怎么谈恋爱的吗 开具强之爱 强老婆联系方式 还把人质的尸体送给老婆当圣诞节礼物 要说变态还得是你呀 今天阿妙为大家带来动漫相爱相杀 女主叫做夏特是一名赏金猎人 今天在执行任务时 她的目标被人枪杀 而动手的正是本番的男主宋良和 他上来一套连招 便把夏特压制在地 随后摸出手机 所要联系方式 据他所说 干杀手这行天天被通缉 完全没机会和女孩子约会 所以他对夏特一见钟情了 那天之后 宋良和也有空就打电话给他 主打的就是一个年活家凡人 而夏特根本懒得理会他 这天跟社长聚见委托方时 夏特收到了宋良和发来的视频 里面被绑的男人 赫然是他寻找的目标 随后两人进入委托方的办公室 据委托方所说 宋良和曾是亚洲最大黑势力的翻译 后来夜之间杀害了包括手里在内的18个高层 而那个黑势力也因此一夜瓦解 所以委托方愿意出业内最高价悬赏他 对此社长虽然心动 但并没有答应 毕竟他们就是一个小公司 没必要为了钱惹上这么个麻烦人物 说完他还劝夏特早日改行 一个小姑娘干什么不好 非当赏金猎人 天天刀尖填血也不安全 在社长离开之后 宋良和出现在夏特面前 尽管宋良和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但夏特始终保持着警惕 贴问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又为什么想接触他 宋良和突然拍桌而起 表示自己只是想吸引他的注意 随后两人大打出手 但夏特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宋良和甚至以目标的性命为要挟 要求他和自己在圣诞节约会 为了完成赏金任务 夏特不得不答应 转眼到了圣诞节当天 两人在约定的地点碰面 宋良和看到橱窗里的首饰 还说想要买一个送给他当礼物 夏特对此嗤之以鼻 继续往前走 而且他完全不能理解宋良和的脑回落 作为一个通缉犯 不躲着反而出来闲逛 他是真的勇雅 宋良和一踢 顺杆往上爬 表示已经在酒店地好房间 既然他担心自己 不如现在就过去 夏特无语 决定现在就回家 怎料下一秒 宋良和发了视频过来 他看了眼 旧账被迫改变主意 来到酒店房间 宋良和表示只要他愿意 就把目标的尸体送他当圣诞礼物 夏特看他的眼神顿时更嫌弃了 吃完烛光晚餐 宋良和送他去地铁站 林祖还抱了夏特一下 疑惑换成别人他会觉得很臭 但为什么换成他就不会呢 夏特拍开他的手 拖也不回地走了 而恰好路过的社长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瞳孔地震 第二天 夏特按照宋良和的指示 来到仓库回收目标的尸体 确认无误后 他果断挂掉电话 懒得和他再嗶嗶一句 宋良和悲感无奈 但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另一边 夏特把尸体放进后备箱 正准备离开时 他收到社长的来电 对方表示宋良和的悬赏任务暂停 因为委托人被杀了 想到两人昨晚走在一起 社长立刻让夏特回来聊聊 然而就在回城的路中 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发动袭击 夏特虽然反应及时 但车子却失去了控制 为了躲避一面而来的大货车 他猛打方向盘 撞上栏杆从悬崖摔落 随后便陷入了短暂的昏迷 与此同时 宋良和又在打电话骚扰他 可与以往不同的事 夏特的电话没有挂断 而是无人接听 他意识到情况不对 立刻出去寻找 另一边夏特刚恢复一时 就遭到了陌生男子的追击 他慌张逃跑 突然脚下一滑 本想拔枪与之对抗 下一秒手枪被踢飞 又重重挨了一脚 只能躺在地上任人宰割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是宋良和打来的电话 剑那边没有回复 只有雨声 他朝天上开了一枪 通过枪声判断方位 男人见状立刻挂断电话 说夏特真是可怜 要不是被宋良和连累 也不会被扯进这种事里 等宋良和找过来时 就见夏特倒在地上 于是把人带回家 为其做了简单的包扎 等夏特清醒过来 立刻揪住他的衣领 质问是不是他做的 宋良和无辜地表示不是自己 随后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夏特松开手 表示受到了袭击 对方是一个左邻友刺青的男人 宋良和若有所思 不过眼下夏特还在发烧 他希望他能躺下好好休息 等到夏特睡着 宋良和拿出坏掉的手机 注视着上面的弹痕 心下已经有所猜测 第二天 刚睡醒了夏特去洗澡 迷迷糊糊间 他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探出头一看 发现脏衣服不见踪影 夏特顿时整个人裂开 把自己团巴团巴缩进被子 问宋良和他的衣服去哪了 得知从外套到内衣 都被他丢进洗衣机 夏特只觉得身无可恋 很快宋良和把洗好的衣服送回来 夏特画好之后 打电话给社长 让他过来接下自己 之后又向宋良和道歉 表示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宋良和一点笑嘻嘻 不仅不在乎 还抓住机会动动他 说比起道歉 更想他以身相许 夏特不想听他废话 把陌生男人留下的话告之后 立刻转身离开 宋良和回想话中的叛徒一词 不禁回忆起五年前的事 那时候 他还是帮拍理智手可热的新人 备受前辈成语的信赖 以至于没加入帮拍多久 就成为了下届干部的候选人 其中叫做阿浩的前辈 和成语关系好 所以看他格外不顺眼 宋良和满不在乎 成语却想缓和两人的关系 于是计划请两人吃一顿饭 就当是庆祝他成为候选人 可下一秒 宋良和突然扣下班机 亲手结果了他的性命 另一边 夏特回到事务所 面对社长的询问 他始终闭口不言 社长见状不再追问 只问他和宋良和 是不是私底下有所接触 夏特承认了这件事 于是被停止回家反省 赶期内不能再执行 赏击猎人的任务 他回到租住的公寓 刚到楼上 就看到宋良和在家门口等着 还是死屁赖脸 非要进去的那种 夏特也不想被街坊邻居看到 只好让人进到家里 宋良和看到柜子上的家庭合照 问他这是不是他的父母 怎样夏特反应激烈 说不管他是 随后两人坐下 夏特紧盯着宋良和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淡定 现在事务所已经知道 他们有所联系 再接触下去 对宋良和而言 可没好处 宋良和却微微一笑 反问起夏特来 明明和他接触会被危险人物盯上 为什么还要继续 这时屋内的坐机响起 马上就是夏特父亲的忌日 母亲问他有没有空回来 夏特滴着脑袋 听完整段留言 也没有接头回复的打算 宋良和见他情绪不佳 只好起身告辞 表示改天再聊 第二天 夏特来到墨地看望父亲 却不想宋良和也在这里等他 他想和夏特聊一聊 可夏特却完全不想 正准备离开教堂 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异样的声响 男人瞬间警惕起来 与此同时 门外的人打开门 向里面张望观察情况 最后一个谋面男本打算逃走 却被宋良和一枪射中 男人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明明雇主说只有一个女人吧 闻言 宋良和立刻转身 可原地已经没有了夏特的身影 另一边 夏特寻找踪迹 找到被劫持的修女 也看到了那天袭击他的男人 果然是阿浩 他以修女的性命为妖邪 让夏特把手背后乖乖跪在地上 夏特听话照做 然后趁其不备拿出电击棒 约此同时 社长来到夏特的父母家拜访 询问他执着当赏金猎人的原因 杨母只好把17年前发生的事告诉他 当年南方小镇发生一起事件 车上的少年被害身亡 夏特则在后座被警察发现 事后询问他的身份信息 除了名字千一无所知 而当年负责此次事件的人 是夏特的养父 根据他们的调查 无论是夏特还是约害的少年 都没有具体的身份信息 就连名字可能都是假的 于是这个案件就被搁置了下来 后来养父退休 因为放心不下夏特 便和妻子去孤儿院里养了他 但有一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那就是当年约害的少年 虽怪能查证其真实身份 但证件上写的名字却是宋良和 另一边宋良和来到废弃仓库 让阿浩老实点把夏特交出来 阿浩表示那不可能 他绝不会让夏特轻易离开岛 下一秒车辆爆炸 火光冲天 阿浩拿着匕首向宋良和冲去 子弹落在身上 也没有丝毫反应 因为他的身体神经早因毒品而损坏 恍惚中 他看到了过去的回忆 当时阿浩还是某帮派的小罗罗 后来被成羽捡回去细心培养 对他而言 成羽是救赎一般的存在 所以没办法原谅杀掉他的宋良和 最后阿浩因为失血过多 倒在地上 宋良和看着他的尸体 不禁发出感慨 硬扛着子弹冲过来 真是个狠人 另一边 夏特在爆炸的最后一秒 成功跑出车厢 但小腿却受了伤 只能慢慢的挪动身体 宋良和赶到时 看到这一幕 直接把人扛到肩上离开 来到废弃仓库外面 夏特问他事情是不是结束了 宋良和表示只是暂时的 有些地方他有点疑问 说完 他又开始不着调的调戏夏特 结果下一秒 整个人失去一时 倒在地上 晚上 事物所的小黑正准备回家 突然在半路遇到夏特 被拜托找了加斯人诊所 给宋良和做紧急救治 做完这一切 小黑表示要报告社长 毕竟宋良和是危险人物 还是他们曾经的任务对象 夏特没办法阻拦小黑 只能回房间告诉宋良和 自己的同事马上就到 这期间他会装作睡着 他最好赶紧离开 宋良和觉得夏特找的借口太假 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没有联系 与其保持这种糊弄的态度 还不如利落的和他离开 从此双宿双飞 不说束缚 见他态度坚决 宋良和只好答应 但没挣几两秒 就见兮兮的问夏特 是不是担心自己死掉 搞得夏特好想把他揍一顿 转眼三个星期过去 要好伤的宋良和 再次联络了夏特 问那件事之后 他们社长什么反应 夏特表示自己已经恢复原职 至于他们之间有合作的事 社长决定先保留意见 宋良和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随后告诉夏特 自己打算出去旅行 说不定不久之后就能再见面 夏特并没有放在心上 转头跟着社长去参加邮轮的初次航行 据社长所说 他们今天的任务 是保护一位在全世界展开 客运服务的资产家 对方的生意做得很大 与各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也因此得罪了很多的人 所以初次航行的这七天时间内 他们要提高警觉 保护好顾主的安全 然而夏特并不知道的是 这次邮轮上不仅有宋良和 还有盯上他们的神秘势力 晚上夏特和小黑 混迹在人群中 所索宾客中的可疑人物 而社长则跟在顾主身边 亲亲我我 因为这位身家过亿的富婆 是他明媚正确的老婆 小黑顿时极度的 整个人面目全非 而在他去拿引脑的时候 宋良和走过来 夏特立刻把人带出会场 质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宋良和似是而非的说 他的目标说不定就是社长老婆 如果夏特没办法置之不理 那就待在他身边监视他 虽然知道这话有可能是撒谎 但夏特没办法放任宋良和走动 于是将这件事报告给社长 要求由自己来监视对方 社长被赶头疼 但也无可奈何 只好打开摄像头 监视宋良和的动作 结果就发现 这家伙像个舔狗 纵然夏特怼他千百遍 他依旧带夏特如初恋 社长对此苦不堪言 都不知道自己监视 两人是在工作 还是在吃狗粮 眼看时间已经很晚 宋良和邀请夏特来床上睡 那夏特肯定不干呀 谁知道他变了什么坏 于是把被子蒙到头上 就在沙发上睡 然而这两天 他被噩梦缠身 根本没有什么睡觉的限制 宋良和看出这一点 提出交换位置 但见夏特你都不理他 干脆采取强制措施 直接把人抱到床上去睡 夏特好气 但宋良和这人脸皮够厚 被骂也不痛不痒的 哪怕被他拿枪指着 也是一派轻松 夏特实在不想和这人计较 翻了个身 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宋良和看他睡得如此之快 也有点诧异 没想到他在夏特的心中 还挺值得信任 约此同时 监视两人夜晚的小黑 差点被狗粮撑死 他去找社长理论 结果就看到夫妻二人 甜蜜的靠在一起 顿时心上又被查了一刀 这世界就不能善待单身狗屎吧 另一边 等人来到餐厅吃早餐 宋良和说夏特只穿西装 在人群中特别显眼 既然是执行保护任务 那就更应该融入人群中才是 于是不由分手的 拉着他去挑选礼服 刚好邮轮上就有礼服店 学好之后就可以安排送货上门 路上夏特接到社长的电话 简单聊两句后 他让夏特把电话给宋良和 当他提起夏特被发现时 使用的名字 宋良和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约定好在晚上 单独见面聊一聊 转眼到晚上 事务所的援助人员 何赛和切多兰赶到 社长放心的把老婆交给小黑他们 随后前往与宋良和约定的地点 而宋良和那边也做好了准备 临走 他给夏特留下字条 让他在房间里等自己 另一边 社长站在路台上静静等待 突然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背后 不由分手的亮出刀子 将其割喉 小黑联系不上社长 立刻联络了夏特 在夏特出门寻找时 耳麦里传来风声 接着便响起了宋良和的声音 他让夏特立刻过来9号露台 虽然社长没有当场死亡 但看样子撑不了多久 就在这时 刺伤社长的黄毛 又一次出现在宋良和的面前 他立刻起身追击 却不想手枪零件出现问题 无法进行精确瞄准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黄毛逃走 与此同时 夏特赶到9号露台 立刻联络船上的工作人员安排直升机 社长也在灰明之前告诉他 刺伤自己的不是宋良和 而是另有7人 很快 社长被抬上直升机 他的妻子和小黑也跟着一起 只有夏特留了下来 并在返回途中遇到了黄毛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 里面是夏特养母的声音 黄毛表示 想作比交易 只要夏特将宋良和出卖给自己 那就不杀掉他的养母 夏特说自己办不到 可黄毛打定主意要他动手 不然就会继续对他的朋友下手 夏特想到社长的遭遇 顿时挤背发寒 于是回到房间后 他把枪对准了宋良和 宋良和见状 清楚他正式遇见了黄毛 联盟安抚夏特冷静 自己和他是站在同一边的 夏特缓缓放下枪 情绪却近乎崩溃 明明知道和宋良和掺和到一起 一定会惹来大麻烦 可他从未拒绝过对方 只因为宋良和总一绕在脑海里 根本无法让他释怀 宋良和站起身 准备给他带杯冷饮 并表示自己为了他 无论什么都愿意去做 但夏特觉得自己已经麻烦过他很多次 总有一些事他是办不到的 甚至刚才进门 把枪对准宋良和时 他内心还还有一丝侥幸 毕竟他如果失手被宋良和所杀 那些人就没必要再伤害他所在乎的人了 夏特没办法原谅自己 即便这次和宋良和携手度过难关 但还会再有下一次 只要他不死 那些人就还会对亲朋好友动手 对此他还不如死了算了 威严 宋良和也很生气 反手将他压制在地 手掐住夏特的喉咙微微用力 随着氧气未来越少 夏特陷入昏迷 而另一边的医院中 社长的妻子霍克接到何塞的电话 表示丈夫现在在家户病房 会不会撑过来 还要看他的体质 随后又询问齐伦船上的情况 对此何塞表示很奇怪 船员说社长是被当作救病复发 才被急救直升机送走的 他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打算继续完成这次旅行 说明这艘船还有其他的问题 然而没等他展开调查 就已经被干掉 第二天 轮船在巴罗萨拉港停靠 宋良和独自一人去见了黄毛 任由他将自己带走 停车场内 还有一名叫做尼卡的同伙等待着 在黄毛把人带过来后 三人出发 他坐在后排询问宋良和 认不认识他们的老大唐尼 宋良和表示不认识这个人 但多年以前 唐尼在孤儿院带走了一个小男孩 并给他取名为宋良和 两人关系亲近 男孩也十分敬仰唐尼 后来还按照他的命令接走了夏特 但现在这个宋良和 始终否认自己认识唐尼 这让尼卡十分不爽 也很嫉妒老大对宋良和另眼相待 于是用枪柄重重砸了他的脑袋 要不是黄毛在旁边火势单单 警告他不要对自己的成果动手 他绝不会轻易放过宋良和 与此同时 社长在医院恢复一时 霍克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黑 可就在接电话的途中 一个男人经过 对准小黑开了一枪 事后他接到唐尼的电话 按照对方的吩咐 前往邮轮寻找夏特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小黑没有死 甚至提前一步找到了夏特 他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连和赛两人都失去了联络 夏特沉默着没有说话 就在这时 拐角处响起手枪上膛的声音 他立刻将小黑追到房间中 一面对上持枪男子 在双方对峙期间 小黑偷谋行动 趁着男人不备 用椅子打碎玻璃 夏特也掏出枪 并成功制服了对方 小黑认出对方 就是袭击自己的男子 不由的担心被船员看到 肯定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这时 男人口袋中的手机响了 夏特拿出来一看 发现上面写着爸爸两个字 而打电话过来的人 正是唐尼 宋良和独自引药前往 进入房间坐下后 唐尼表示 这个世界总抛弃弱者 那些孩子从出生起 就有着残酷的命运 而他做的 就是接纳这些孩子 并赋予他们名字 只是唐尼想不明白 宋良和也是他曾经 赋予出去了名字 但眼前的这个人 并不是那个孩子 而且根据唐尼的调查 他之前混黑帮时 所使用的身份信息 以及学历 全是属于真正宋良和的 所以唐尼想要问问他 到底是什么人 又为什么冒名 顶替宋良和 黄毛对他的话 感到十分生气 二话不说掏出匕首 结果被尼卡拦下 接着又挨了一拳 被强制冷静 眼看天色不早 唐尼让大家先休息 而宋良和则趁此机会 拿出铁丝撬手铐的锁 另一边 夏特向小黑 简单说明了情况 猜测对方 竟然指定在巴罗萨拉娇人 很有可能是因为有据点在此 这么看来 没把男人交给警察是对的 说对方势力强大 说不定连当地警方里 也有他们的人 小黑问夏特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他虽然不喜欢宋良和肆意妄为 但也不想看着对方送死 于是决定从男人口中 问出据点情报 见夏特打算过去 男人叹了口气 表示老大正好要抓他 自己送上门 也省得他们动手 而他们的老大叫做唐尼 是巴罗萨拉秘密军火库的主人 人送称号战争发动者 从男人口中得到据点的位置 夏特又拜托了小黑两件事 第一件 希望他能帮忙顾保镖去保护母亲 第二件 则是希望他能将自己从事物所除名 这样一来即便发生什么 也不会连累到大家 但小黑不同意 表示辞职手续很复杂 需要本人亲自去办理 所以夏特最好活着回来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宋良和在撬开手铐的一瞬间 向妮卡发动了反击 却被对方一拳砸在腰侧的救伤上 屋外的保镖听见动静闯进来 准备把宋良和关进小黑屋里 妮卡对此嗤之以鼻 嘲讽他们别太小看人 花音刚落 宋良和就干脆利落地解决掉了两个保镖 他在别墅里大开杀戒 所到之处都是尸体 但一有伤在身 无法长时间进行高负荷运动 就这样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恍惚中 他回忆起17年前的事 当年真正的宋良和接走夏特 而他就坐在副驾驶座上 这时 妮卡来到楼梯间 对宋良和拳打脚踢 他全程毫无反抗 只觉得这样子很无趣 妮卡见他这副样子 顿时丧失兴趣 但临走时告诉宋良和 现在房子外面很热闹 因为来了一个新客人 而这个客人正是夏特 保镖碍于唐尼的吩咐 打算抓他活口 正当队长在监控室指挥包抄时 宋良和闯入将人击毙 随后在千军一发之际 就像了被抓住了夏特 在两人逃离后 唐尼只问妮卡 为什么要放走宋良和 他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 如果可以 他愿意将功补过 然而现在唐尼认为 宋良和必须为昨晚的屠杀 付出代价 所以夏令一击发现 不用留活口 但下次和宋良和不同 那是他从17年前开始 就计划带回来的孩子 另一边 流浪汉帮忙买来药品 撂开脸子 看到两人拉拉扯扯 顿时就想歪了 你们俩情意绵绵都没关系 但一定要适度 夏特帮宋良和处理好身上的伤 表示他肯定是先做好了计划 哪怕自己不来也能脱身 结果宋良和为了救他 又弄得一身伤 他对此感到十分抱歉 但宋良和却说 该感谢的人是他才对 如果夏特没有过来 他已经放弃求生了 晚上 查知道有人靠近 两人一人手握一把枪堆转门口 下一秒一个大叔走了进来 原来他是流浪汉的酒友乔治 今天是过来找朋友喝酒的 但他从未见过夏特两人 不由得好奇他们的身份 夏特感到一阵紧张 深怕引起对方注意 宋良和让他别担心 因为自己已经和流浪汉说好了 夏特气得在背后捶他 这根本就是造谣呀 然而宋良和戏精上身 把消失儿子眼的入目三分 忽悠的乔治立马就信了 随后还邀请两人一起喝酒 夏特自知酒量不好 可乔治态度坚决 他又不好拒绝 正准备低头喝一口 突然被宋良和抢了过去 说话不够脑子的代价就是 第二天顶着老婆的巴掌出门 而且闹起脾气来的夏特 根本不好哄 于是宋良和的脸上 又动了个巴掌印 随后两人离开流浪汉的居所 因为身上没有钱 宋良和便动手 偷了路人的钱包充当路费 夏特很诧异他动作娴熟 对此宋良和的解释是 在识字之前 他就是靠这门手艺生活道 吃完饭 两人打算去安全屋躲几天 期间问起唐尼的事 宋良和始终闭口不言 他愿意为夏特做任何事情 但唯独这件事不能答应 也不想他掺和其中 文言夏特停下脚步 表示宋良和若不说清楚 让他就自己去查 结果下一秒 就被拉进小巷子里 宋良和说自己可以无视夏特的意愿 强硬采取应对手段 但他希望夏特别自讨苦吃 夏特对他的这番话倍感生气 可无论如何都下不去手 17年前 唐尼让真正的宋良和 去护送一个叫做里斯特的人 到巴罗萨拉 而夏特正是那个人的女儿 与此同时 宋良和是活在底层的人 甚至还被器官贩卖组织盯上 逃跑之际 他遇到了真正的宋良和 对方在失手杀害组织成员后 害怕的逃跑了 少年则在他背后穷追不舍 希望对方能救救自己 就这样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无处可去 少年暂时在宋良和的宿舍住下 宋良和渐渐对他动了恻隐之心 但因为有任务在身 他没办法帮上很多忙 只能送给少年一张车票 让他独自前往首都讨生活 即便如此 少年仍然很感谢宋良和 之前他也遇到过好心人 但被骗得很惨 最后甚至被卖到了器官贩卖组织 这时火车开进站台 少年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见宋良和的电话响了 是李斯特打过来的 他拜托宋良和快点找到某样东西后 便被追杀的人一枪毙命 而开枪的人正是五年前被杀的成语 为了防止电话信息泄露 少年打掉宋良和的手机 随后两人按照李斯特的遗言 在规子中找到了夏特 宋良和决定把他送去巴罗萨拉 但仅凭他一个人很难做到 于是少年决定和他一同前往 路上夏特睡醒过来 看到车上陌生的两人 顿时眼泪汪汪 说想要去尿尿 宋良和顾及到他是个女孩子 便带他去了高速休息站的卫生间 却不想被路边的两个男人盯上了 之后三人继续开车出发 为了安抚夏特的情绪 宋良和向他介绍了自己 只有少年没有说话 因为他没有名字 见夏特哭着要爸爸 宋良和不由想起 离死前仍然挂念女儿的李斯特 顿时心里产生一股使命感 夏特睡着之后 宋良和在路边发现了一栋小木屋 确认没有其他人居住的痕迹 并决定留下来过夜 少年则在车后座查看夏特的情况 被拉住手时 他吓了一跳 但为了不吓到夏特 他假装自己是宋良和 进入小木屋后 宋良和一时不察 透露了接下来要去的目的地 虽然少年并不在乎 但他却无法完全信任对方 由于之间 他握住妖精的手枪 想着要不要杀人灭口 怎料少年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问他是不是打算杀掉自己 宋良和吓一跳 连忙否认 少年见他这样优柔寡断 只好给予了一份忠告 如果不能狠下心的话 那这样半吊子的决心 总有一天会害死他自己 说完 少年拿上背包离开了小木屋 却不想半路遇到追进来的组织成员 只好逃进一旁的树林 但最后还是被抓到了 少年挨了一顿揍 躺在地上格外狼狈 男人健壮才不情不愿地收手 说要去找他朋友的麻烦 听到这话 少年起了杀心 拖着重伤的身体爬起来 将精锐的树枝刺进男人的眼睛中 然后不断挥舞这木棒 将人杀掉 做完这一切 他转头向小木屋跑去 生怕晚上一秒 宋良和最后被杀死 而另一边 宋良和反思了自己 明明是他把人牵扯进来道 却反而怀疑对方的用心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他气恼地把枪丢在地上 向少年离去了方向追去 夏特听见声音醒过来 看到四周黑区区一片 整个人陷入到极度恐惧的状态中 就在这时 他碰到了地上的枪支 宋良和没有知道少年 便回到了木屋 此时 夏特正躲在衣柜里 整个人的神经绷紧到极致 当衣柜门被打开的瞬间 他想也没想就开了枪 子弹击穿了宋良和的咽喉 但并没有立刻要了他的命 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甚至还在抱歉 只得是因为自己 才让夏特如此害怕 而夏特在看清楚来认识他后 口中不停地念着对不起 宋良和并没有责怪什么 但也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 于是牵起夏特的手匆匆离开 打算尽快前往巴罗萨拉 在强制了一天后 他还是到了极限 少年回到小木屋的时候 没有看见汽车 还以为两人已经走了 心里不禁感到失落 直到进入屋内 看到地上的血迹时 才意识到昨晚发生了意外事件 但他的身体已经抵达极限 就这样昏迷了一个多星期 少年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那之后不久 一个警察找上门 拿着宋良和的证件 问他认不认识 直到这时 少年才知道宋良和死了 而且在离死之前 他拖着致命伤 足足开了一天的车 伤好之后 少年回到宋良和的寝室 正好遇到了对方的同学 他们从未见过少年 便问他叫什么 娘 因为无法忘记 所以他决定成为宋良和 代替对方活下去 时间回到现在 夏特终于想起一切 他告诉宋良和 自己杀掉的那个人 却又遗忘了这么多年 但这一切 宋良和早就知道 也并不责怪他什么 而且他想明白了 为什么夏特从始至终 都没有强硬地拒绝他 即便忘记了那晚发生的事 他也从未忘记 宋良和的名字 等到情绪平复后 夏特提出要雇佣宋良和 于是问他需要多少报酬 宋良和一口回决 他好不容易让关系进一步 老婆居然只想和他当上下级 而且宋良和作为杀手 接单靠的都是上门推销 外加威胁雇主 所以一单价格非常黑 不过听夏特说 能依靠的人只有他 宋良和立马改口 表示接单可以 但不要钱 夏特只能支付让他满意的东西 相爱相杀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总体来讲 正是一部悬疑恋爱番 让两个立场对立的人展开恋情 确实非常的具有故事性 但整体看下来 剧情有些凌乱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看体验 如果你不介意这一点 还是值得一看的 那么我们下期不见不散